我们快来看一下 在美国加州有一名冲浪者被困 在达文波特海滩 在9号他终于成功获救 9号他在海滩上头 用石头拼出了救命的英文字母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派出了直升机前往救援 从空中慢慢在接近当中 由于当时的直升机是难以降落在海滩 所以他们只能利用绳索 下放一名救援人员到冲浪者的身旁 之后再将它绑得好 之后由直升机从巡岸下方将两个人提升到了安全地带 而受困的冲浪者之前是在海滩上头 用石头拼出你看到救命这样的一个英文字母 而引发了一名私人飞机驾驶员的注意并且报警 在突困之后受困者没有明显的受伤迹象 所以当局只能无需将它送运治疗